日本社会人队先发投手评委葵太 资料照记者林郑坤社 记者罗志鹏台中报道 今天下午中职联队以2比1险胜日本社会人队 赛后中职联队总教练林郑贤很想知道一件事 对方先发投手才休两天 今天又上场投球 球威还在怎么办到的 林郑贤口中这位先发投手 就是社会人队评委葵太 12月4日他对欧美联队先发5局用了91球 被敲6安标出5K 二宝宋诗一分为择失拿下胜头 休息两天后 今天评委再度登板先发投5 二局用了90球 仅被敲出3只林青安打 另标7K 二宝宋诗两分都是非择失 日本社会人队评委葵太三天前才先发资料照中职提供 今天赛后林郑贤惊讶的说 评委直修两天又先发 他的球路伪劲竟然和上一场一样 真的很想向他学习请教 感觉对方教练团投手调度 是为国际赛在准备 日本社会人队争战东盟 主要目的就是备战明年亚运 看到评委四天内两度先发投球 总计投了181球 林郑贤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他说如果这在台湾的话 教练就会被骂说是操投手了